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期我提到了一个吹风书 有粉丝问什么是吹风书 怎么说呢 还害我吹风 还害我书 吹风书就是这么个东西 这期给大家评测的是 威亚种草的菲利普第二代 五合一养发吹风书 吹风书就是这个书尺头 这里能看到很多孔 所以你一边书头的同时 这个风就会从这些孔里面吹出来 它有五个书头 分别可以扣在这个上面 它的这个温度呢 有这个高温的低风 和这个恒温的高风 和高温的高风 那首先温度上 我觉得这个恒温的高风 还是很人性化的 那但是它的这个噪音非常大 我们可以拿它就跟普通的这个 同样是菲利普 一百多元吹风机比 看一下它的噪音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风力有点小 这个外形乍一看还以为是个吸尘器 你同样对比一百多元的菲利普 你看到这个风力明显也是小一块的 那你用这个 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吹风机来用 完全湿的头发 你把它吹干 这个不知道吹到你睡着为止 所以它并不适合当做一个吹风机来用 那些真确的用法呢 就是你先用普通的吹风机把头发吹到差不多了 八九层干或者七八层干 最后用它边吹边来造型 所以它本质上还是个造型工具 那所以的话这个梳头非常的鸡肋 那么再说这个 这个的话它是套上来以后 再用来把这个头顶的这个发根吹蓬松 但是这个 我觉得它如果设计的再小巧一点会更好 我就感觉这个非常的大 不知道为什么总结的用起来 怪怪的有点这个九尺钉耙的感觉 那么吹的棍中还是会有一点效果的 但是因为这个 它本身结构设计的原因 你会看到它其实 虽然前面有很长的疏尺 但是它的风还是从中间一个大风洞吹出来的 所以的话它其实这个风力的这个精准定型的能力 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强 我觉得这个功能一般一般吧 然后它有两个这个卷发的 吹卷的这个疏尺 那其中一个呢还是一个灵活可变 就是说你先卷起来以后 还能够卷到造型以后 你再把这个旋转过来 这样的话从头发中间把这个抽离出来 有助于卷发 你看这两个卷发梳头啊 它梳尺有点稀疏 所以的话它对头发的抓力不是太理想 如果说你头发不是那种特别茂盛的那种 另外的话呢 它相对我们平时用的一些卷发工具 不管卷发棒也好啊 或者说这个夹板也好 或者一些电热卷发书也好 吹风书呢 因为它是靠吹热风来造型 所以呢 它的好处是对头发的伤害会小一点啊 因为温度没那么高 但是呢 这种来卷发 它这个定型持久力呢 也会相对差一点 所以这个看你怎么去选择了 所以呢 如果说你做这种 波浪比较复杂的 而且你希望维持的时间久一点呢 用这个是不行的 如果你只是说啊 我就是维持个半天一天啊就可以 而且不是那种很复杂的波浪啊 勉强吹还是可以的啊 但是操作上面来讲的话 呃 这也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啊 才能够卷得好 呃 最后说的这个其实是很多人用吹发书可能用的最多的 因为我看到有些人是买回来只用这个其他都闲置了 那么这个疏尺呢 它是用来主要是吹直发 呃 相对而言我觉得可能这个疏尺更实用一点 那它的使用场景呢 一个是啊 你洗完头吹发吹到最后环节的时候 用它来啊 一边梳一边把头发吹直啊 这个效果是有的 呃 这样吹完以后你就不需要再用去用这个加板啊 什么直发梳之类的东西啊 第二个呢 就比方说早晨起来 呃 头发比较凌乱啊 你这个时候可以一边梳一边把它弄直啊 但是早晨用的时候最好就是先给头发喷点水啊 再来用 另外它还有个卖点啊 说加这个摩洛哥坚果油 问题是怎么加呢 是除非就是说在生产这个蔬齿住宿的时候 提前把这个坚果油加到这个材料里面去啊 那用的过程中 说从这个材料中挥发出来 那这个也确实有点智商税了啊 相对而言呢 它这个是有个负离子发生器的 负离子对于头发的柔势呢 啊 这个相对还靠谱一点 总结一下呢 这五个梳头呢 这个比较鸡肋啊 这个有点鸡肋的意思 这两个也有点鸡肋 那相对而言 这个直发的这个梳齿 吹风梳齿呢 在某些场合下用还是可以的 因为有些人不爱用这个加板啊 加板一个温度高 对头发的伤害呢 也自然会更高一些啊 再就是呢 呃 加板加上来的头发呢 它有点死板 缺少一些空气感跟蓬松感 那在这种场合下 你用它啊 会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另外如果你吹复杂的造型呢 吹风梳对你的造型水平 那可是有更高的要求的 你不能尽快塑造到位的话 头发就吹干了 干了再吹这个定型能力就差很多了 所以生活中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产品 它的研发的出发点是很好的 比方说 这个一边吹着头 一边就把造型做掉 它实际用起来呢 又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这样的产品 你在生活中遇到吧 我们可以到评论区交流一下 别忘了给强哥来个三连